昨天晚上欧美股市再遭到了下跌 尤其是美股市场三大股指跌幅极大 纳指的跌幅超过3.6% 欧洲股市的多数也时间下跌 那么今天亚太股市会幸免吗 马股前边两天出现的暴跌 今天会怎样表现呢 大家好 我是HOMEB的陈小雨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每天中午盘减评的活动 我们先简单看一下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昨天是跌了3.62 标普500跌了2.95 道琼斯跌了2.37 欧洲股市这一边 也是多数时间下跌 跌幅较大的是比利时冰岛德国 奥地利希腊布拉格指数 亚太股市今天表现的也是非常弱势 只有印度在维持微幅的上升 那跌的比较多的是中国的深圳城市 西兰卡台湾 中国的创业版 以及中国的中小版 马股这一边 今天下跌比较多 依然是跌了24个点 到今天为止下跌已经是第三天了 但是跟昨天稍微好一点 昨天几乎是直线下跌的 尖早盘到9点半不到就直跌了 直跌之后就开始震荡 那么截止到中午快12点的时候 一眼是在黄线上方 但是没有进行上攻 代表多方力量还是比较弱的 12点之后又跌破了黄线 所以接下来下午应该也是以震荡为主 今天的阴线基本上这么大 从日线角度来看 发现今天的红圈被跌破了 已经变成白圈 那这边的情况呢 我们也是要看一下 它已经跌破了这个前期的高点 从之前角度来看 外滋还是持续减少的 并且散户今天也出现了 从一个60分钟角度来看 基本上已经是把前期这个平台给跌穿了 然后现在来看的散户比例越来越高 庄家已经没有了 外资也没有了 今天的盘面来讲的也是比较差的 高达720只股票在下跌 241只股票在上涨 平盘的股票是365只 那从今天的行业来看 全部沦陷无一生还 这就意味着马股目前转弱了 之前好在还有一些行业能够逆上升 但是近期的表现都不要差 尤其是近三天的下跌 几乎无一生还 今天跌幅最大的还是科技板块 然后Healthcare 这两个曾经的王者 经过了长时间下跌之后 变得非常脆弱 一旦有一点利空 就容易出现暴跌 那关于这两个行业现在的情况 其实我们在去年的马股图的报告当中 也有提到 比如这个是关于当时我们对科技股的判断 第一个图是年限 一个蜡者代表一年 前边这一波你可以看到 刚开始起了三年之后 有调一下 那么截止到2021年 已经也是涨了三年 所以说也容易调整今年 今年确实目前出现了调整 在这个月线当中呢 它每上涨五个月就是一个波段 就会容易调整一下 那么截止到去年的 去年的11月 已经是上涨完五个月 12月第一个月出现下跌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是跌了四个月 那我们在当时呢 也给大家讲了 接下来四个月 下跌四个月 明年上半年基本就观望了 就是去年我们写的一些东西 还有关于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种植是吧 种植今年的上涨呢 其实也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就有预测到 从种植行业整体上来看的话 就是说 这个代表的是一个月线 一个蜡者代表的是一个月 从月线上来看呢 发现它是阴阳相隔出现的 这是截止到十二月份是一个阳线 那么一月份应该是一个阴线 二月份应该是一个阴线 三月份又是一个阴线 然后具体你看这是一月份的阴线 二月份的阴线 三月份到目前为止呢 是一个十字 以及到今天的话 应该已经变成一个阴线 二月份的阴线 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 这是我们在 去年的马五筒报告当中 做的一个预测 还有很多其他行业 以及其他的一些秘密 关于2022年 还有什么秘密 你是不知道呢 想提早知道的话 那么这一份马五筒报告 一定要详细的去阅读 如果说想拿到这个 2022年马五筒报告的话 回复一下2022 到我们下个链接 就可以来领取了 好 问一下我们来看 今年科技股呢 继续大跌 到目前为止呢 连续下跌了 二二四六七 那基本上会在 第八天或第九天 止跌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今天属于第七天 一般情况下我们说 连续的八连因 或九连因之后 容易出现一个反弹 到时候 会有一个逃命的机会 Hasker呢 今天也跌了比较多 基本上又创了新低了 现在目前为止呢 是连续的五连因 同样也是要等到八或九之后 才容易反弹 然后这个是 Telecommunication 也是跌的比较多 既无外资又无吵架 然后这个是Industry Industry也是跌破的 红圈变成白圈 下面的外资大量减少 傻乎有出现 Property这边呢 还是继续下跌 已经跌破了前期这个低点 下边是既无外资又无吵架 而且撒库有大量增加 Fantation这边呢 今天也是有下跌 但是跌幅没那么大 不过 红圈已经被跌破 已经变成白圈 下边的外资状况呢 已经少过50 现在是42 庄家比例呢 庄家比例少过50 42 外资的比例是57 但是散户有持续增加 所以我们也是要注意它的风险 刚才我们就谈到 3月份是下跌为主 从分钟图来看呢 基本上想象趋势 无论是外资还是散 还是机构 都在持续减少 consumer呢 就是跌到差不多前级地点附近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地方是否只跌 如果只跌的话 就希望啊 就是要上 如果在这个位置 把它跌破了 创新低 那基本上又开始 轮新的下降趋势 会打开更大的下降空间 financial service呢 今天继续低卡低走 下面的外资继续减少 散户继续增加 energy呢 这两天 原油期货期率已经在涨 但是这个油气股却没有起 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很多人可能会想原来这件事情 utility这边呢 是比较弱的 既无外资有吵架 散户比例大幅增加 目前已经到达92% construction这边呢 就有出现 止跌的迹象 目前收了个十字 出一道前一地点呢 有一些支撑 但是既无外资又无吵架 所以对它的期望呢 也不要太高 transposition呢 随着油价不断高企 对它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 成本的成本在不断提升 瑞斯这边是非常弱的 基本上是 应该算是最弱的 有tility也是非常弱的 从涨幅网来看 涨幅超过18%的是十只股票 下跌超过18%的股票是26只 这样来看到 空旁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简单翻一翻涨幅里面的个股 现在目前呢 就是要看一下哪些是抗跌的 一旦市场下跌结束的话 这些股票容易上涨 而且容易加速 刚开始这几个基本都是没什么趋势的 0215呢 这个是属于科技股 但是说跌的特别坦 跌太坦了 今天有一些反弹 因为连续两天大跌 但是今天只是个反弹 很多国就开始有一点超跌反弹的这个意思 但是都属于什么呀 都属于反弹 没有商趋势的股票 至于商量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看了半天没有看到几个可以的 基本是这样子 经过抄买之后 是这样子的 今天CA50开始上涨了 2468 刚好这边连续跌了八个阴线 还是到达了前一地点附近 所以说今天它反弹也是很正常 那在这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借助一个 这就是一个banker chips来看一看 你看它昨天确实出现了banker chips这边 是吧 这个在前边这一波下跌的时候也出现banker chips 对不对 比如像这个026也是出现banker chips之后呢 目前开始有色反弹 那你想不想知道你的股票有没有出现这个主义筹呢 如果想要知道的话 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到我们下面的连续方式就可以了 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朋友呢 可以去到我们的telegram这个学义小组 每天早盘呢 有关于这个早盘的解析啊 一些重要的新闻啊 一些重要的announcement都会发进来 同样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这个谷歌讲谷学义频道 也是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 可以轻松加入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听的 还没有定义我的频道呢 定义下我们的频道 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我们明天中午再见